李静雨将奶奶和平安送到徐美兰家去 抖菊花头天晚上还斩钉截铁的扭头说不去 结果第二天特地起了个大早 平时洗澡都要李静雨三催无情的老太太 还破天荒的脸带着洗了个头 李静雨给她吹头发的时候 隐隐闻到一阵肺子粉的味道 您长肺子了 你才长肺子呢 老太太嘟囔一句 她是用爽身粉来盖胃的 都说老人身上有股味道 李静雨不嫌弃她 叶蒙也不嫌弃她 可叶蒙的奶奶就不一定了 因为上次徐美兰来医院瞧她的时候 徐美兰身上可是香气扑鼻的 吹完头发 抖菊花又咕噜咕噜滚着轮椅回到房间 翻箱倒柜找半天 终于从压箱底里找出一件新衣服换上 正要换 一回头 瞧见自家那英俊的孙子 正以着门框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别扭的心思被人看破 抖菊花难免有些窘迫 气急败坏地吼道 关门 老太太没尊严 换衣服随便看啊 李静雨哪敢 尽管落魄至此 骨子里还是个绅士 对任何年龄段的女性 都给予基本的尊重 小女孩换衣服她也知道找借口回避 刚回来那几天其实还挺不适应的 她从没住过这么小的房子 这整间屋子加起来的实用面积 可能还没她以前一个厕所大 李静雨当时跟着老太太一进门 整个人就猛了 李灵白那么有钱 居然不给她前夫的妈妈买套好房子 老太太似乎知道她在想什么 立马给她解释说 是她自己不要的 老太太骨子里还挺硬的 说什么也不肯要李灵白的钱 老太太本来不觉得这房子小 李静雨一来 她便知道小在哪了 李静雨一个大高个 又是个正直青春的男孩子 一进门 就像柯白杨树一样戳在屋子里 那时候电灯还是那种老式的挂灯 笔直地从天花板上掉下来 李静雨那时候经常撞 有时候老太太在屋里缝点东西 看见客厅里模糊的灯影摇摇晃晃 便知道她又撞上了 紧跟着就听见一声嘀嘀的操 是男孩子们特有的口头禅 老太太也老听杨天伟说 李静雨说的比较少 她只有烦了极了的时候 才会蹦出来一句 陡局话当时还带着老花静在穿针 小心翼翼地将线勾过去 别着嘴有模有样地跟着学了句 不满地嘀咕 操操操 有什么好操的 李静雨那时候 怕上厕所尴尬 只有等老太太出去溜达了她才起来 晚上又要等老太太彻底睡着了 才去放水洗澡 或者点支烟抽 她整夜整夜失眠 睡不着就整晚坐在小院里抽烟 她奶奶睡眠很好 不像一般老人家睡眠浅 一点动想就醒 老太太睡觉雷打不动 不太起夜 她那时候刚从鬼门关走回来 对什么都潦草敷衍 也不太爱说话 对老太太始终也都是 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有时候烦了还会把她打开 绅士的底线她能守住 绅士的风度那时候全无 极其厌世地赶她 你能别管我吗 老太太脾气也不太好 见着孙子不太好教训 把碗一摔 你爱吃不吃 你要不是我亲孙子 我才懒得管你 李静与少年一起当头 一焦虑 也把抽一半的烟给摔了 那我亲妈怎么不管我呀 老太太这人向来节俭 见不得人浪费 也不管这小少爷 以前是个什么性子 直接从地上把那支烟捡起来 拍了拍灰 将绿嘴塞回李静语的嘴里 要抽就抽完 下次再抽一半给丢了 小心我抽你 小少爷性子其实还挺不错的 人人都夸她 聪明有教养 但她一发病 就像一只被囚笼困住的小兽 发出无力而张狂的嘶吼声 其实这种看似张牙舞爪的狠力 至少在老太太面前 是有点虚张声势的 老太太风雨不惊 但她脾气差 是真动手的那种 听说爷爷就是被她这么打死的 当然只是镇上传说 李静语知道 爷爷其实是病死的 李灵白从来不打她 她只会冷暴力 老太太是真舍得下手打 气急了狠狠拍她背 就像谭明霄的外婆一样 拿着鸡毛胆子 追着谭明霄气 不带喘的 能跑半个北京城 李静语后来渐渐适应了 跟老太太的关系日渐和谐 她脾气越来越隐忍 老太太倒是越来越别扭 大概是这几年身体不好 总是给她惹麻烦 老太太心里过意不去 各种胸脉掩饰自己 李静语也都不当一回事 给她关上门 也没走 被缓缓靠上着门 她双手抄在兜里 仰着头 拿后脑勺顶着门板 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天花顶 难得不懒散 认真的靠着 似乎在回忆这几年 跟老太太相处的时光 脸上挂着的笑语 渐渐被压平 大脑不过一遍不知道 过了一遍 仿佛放电影一样 她直接从片头拉到了片尾 对比就显著了 当初那个盖世英雄 坐了十几个小时 火车风尘仆仆 从宁随赶到北京护着她 八面微风的老太太 好像就在一夕之间老去了 她这几年生病 李静语也没觉得 她有什么变化 也许只是因为朝夕相对 她没太注意 所有的痕迹都刻在岁月里 只不过被她用细纱抚平了 风一吹 痕迹便露了出来 经不起琢磨 她这段时间围着夜蒙转 等回过神 奶奶其实已经一个人走了很远了 那前头是什么 层层迷雾 她看不清 那迷雾后面是什么 总归不是她期盼的 李静语有些难忍地闭了闭眼 背对着门板 低声说 奶奶 我很快回来 我去看一眼就成 别呀 多看几眼 省得你整天想 陡菊花说完 哼着小曲 又给自己上了一层爽身粉 一捧捧粉末四处洒落着 床头柜都落了一层白白的淡粉 好像尘封多年的灰 前一天 北京 梁月安约见夜蒙 她今天难得没戴眼镜 换了一副隐形 穿着一件运烫妥贴的白衬衫 扣子扣得一丝不苟 瞧上去又年轻几分 相亲去了 夜蒙笑着问 梁月安叹了口气 还真是 没办法 家里着急 悬着一脑袋 人命我也得见见那姑娘 怎么样 合适吗 梁月安脸红红的 看来是挺有好感的 还行吧 我这工作也不知道 人家能不能巧上我 人是个外科医生 夜蒙难得见她 露出这种不自信的表情 以前没谈过恋爱吗 谈过 五年 分了 夜蒙不再追问 梁月安反倒一愣 以为她至少也会问一句 五年怎么分了 你这人真的很让人挫败爱 夜蒙笑笑抿了口水 抱歉 个人习惯 我不太喜欢听人说分手 总觉得不吉利 梁月安诧异 没想到你还信风水 夜蒙话有保留 做文物这行 多少信点 吃的就是风水这行饭 不说信仰吧 多少对神明 有颗敬畏之心 梁月安点点头 敲了敲桌子 说回案子吧 王星生 17号凌晨三点 离开了酒店 上了那台丰田车之后 来到了九门岭 下车后便失踪 之后 警察再没在监控录像里找到 关于她和秘书张力的任何踪迹 直到18号9点 有人报警 在车厂发现她的尸体 这就是这个案件 目前全部的时间线 因为王星生的社会关系复杂 越往深挖 越发现她身上的谜团太多 所以只能从时间线下手 一点点抽丝剥茧 确定她17号来了九门岭之后就没离开吗 梁月安不太确定 赵石说 这个排查量很大 做不到万无一失 如果她没离开九门岭 17号这一整天 她待在这边干嘛 又或者 她就算离开了九门岭 她又去了哪里 为什么最后又回到这边 他们身上没有打斗过的痕迹 也就是说 现场应该没有第三人 叶蒙又问 车厂确定没有监控吗 梁月安说 确定 里里外外全都查看过 唯独门口的保安室监控还能用 其他都坏的 保安室 嗯 我们查了 无可用信息 梁月安抿了口水 突然想起来 嗯了声 胡伦吞下去 说我昨天又去市局翻了下你妈妈那个案子的详细案宗 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当时的案子 其实是有一个目击者的 叶蒙本来在看窗外 此时叶蒙沉沉压下来 商业街电视林立 霓虹灯勾勒着CBD中心临次置笔的高楼 听见梁月安这话 他默然转回头来 眼神错愕 显然是不知道的 梁月安是意料之中 这才同他娓娓道来 九门岭这段路 八年前公路没翻修 还是个野山路 没监控 所以成了这些富家子们的飙车基地 特别是夜里两三点的时候 城里这些少爷们 有什么需要解决的私人恩怨 就往那块去 九门岭是灌山区最危险的一段盘山公路 整条路段有19个180度级转弯 路窄弯极 那会儿还没装护栏 一边崖底俊显怪石遍布 一边臂力千刃高耸入云 仿佛在高空中游云走雾 驾铃十几年的老司机过这段路 都会老老实实摁喇叭 除了那些喜欢寻找刺 鸡的富家小开 没人敢在这个路段上生事 后来出了事 富二代们都不住 警察把路封了 去年才重新开始修路加宽 但很多小吉弯还是没有监控 梁岳安说 那个目击者 在你妈出事的第二天 来警局报过案 说什么 夜蒙不知道怎么 眉心仿佛连着心跳 砰砰跳得格外夸张 耳朵嗡嗡嗡 有瞬间似乎听不清 梁岳安二十六 看着面颊有黑 成熟稳重 但实际比李静语还小一岁 他警校刚毕业 就分到灌山来了 大概是不太适应 穿这么一丝不苟的衬衫 声色地一边低头解开领口的扣子 一边说 说他当时在车里看到两个人 副驾驶上还有一个男人 夜蒙微微醋眉 他指认了吗 为什么当时警察没有告诉我 梁岳安解完扣子终于舒坦了 抬头看着他 警察不会告诉你的 夜蒙眉宁住 坐姿渐渐僵硬 为什么 因为他第二天又否认了 说自己系错车牌了 梁岳安说 他现在在哪 我能联系他吗 暗中上用的是化名 我晚上翻翻荡案 晚上梁岳安并没给他电话 直到第二天中午 夜蒙正要去见星河的老董事长 这人他跟了两年 董事长余文青算是个老藏家 在业内威望成在 去年在法国加德的秋拍会上 购回一只价值两亿的青花碗 就算不能合作 也想着能跟余老交个朋友也成 但显然 余文青看不上他这个黄毛丫头 更看不上他们万星这家小公司 夜蒙刚上车 车子缓缓挪出车位 助理抱着七七八八一堆文件 坐在副驾 把他电话拎起来 梁警官 夜蒙侧了下头 将头发拨到一边 塞上蓝牙耳机说 帮我接蓝牙 我查到了 梁岳安在食堂吃饭 电话那边都是不锈钢盘子 匆匆堆叠的坑枪声 这人好像现在不在北京 户口也迁走了 车子慢慢汇入车流中 夜蒙车技其实还是很一般 急沙踩个不停 助理已经颤颤巍巍的 双手拉上了车旁边的拉手 一边小声的 姐 您开车都不看我这边后视镜吗 夜蒙扫他一眼 哦 忘了 说着漫不经心 看一眼后视镜 紧跟着 他问梁岳安 叫什么名字 嗯 梁岳安嘴里嚼着饭 心不在焉的 又跟着纸上记着的名字 和身份证号码 又对了一遍 才说 李继雨 夜蒙以为是同音 又或者是自己太想他了 听错了 他严重怀疑 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随即一把拽掉耳塞 直接让助理外放到车里 压着突突突几乎要跳出来的心脏 冷静地问 怎么写 但声音都是冷的 声线紧紧绷着 仿佛下一秒就要断 梁岳安隔着电话线魂若未觉他的紧张 一边匆匆埋头扒饭 一边给他拆字解释 木子里 急字旁的进 革命的急 岛屿的雨 夜蒙一个急杀 直接把车靠边停了 杨远安把这个人的身份证号码发给我谢谢 小助理瞧他这神色 有点坐立难安 小声问 咱们下午还去吗 夜蒙一手搭着方向盘 一手捏着手机 冷着脸 为什么不去 手机叮咚一声响 梁岳安发过来了 夜蒙随之将昨晚李静宇 发给他的身份证照片调出来 一一对照 李静宇 110105199310280058 晚上 李静宇将斗菊花送到徐美兰家里 大门敞着 徐美兰正在厨房里 使唤小姑做饭 小姑嫌她烦 到底我做还是你做呀 不吃拉倒 徐美兰 这么跟你妈说话 没教养 一转头 看见李静宇推着斗菊花站在门口 笑咪咪的热情招呼道 宝贝来了 吃了吗 吃了 李静宇将斗菊花推过去 我明天去趟北京 徐美兰笑着打断 知道了 萌萌来电话了 你多玩两天 奶奶交给我们 徐美兰笑起来跟夜蒙很像 眼镜都是弯弯的 温柔又带着点调侃 李静宇没急着走 陪老太太待了会儿 老太太在家捣吃了一天 现在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 此刻看到徐美兰倒有点不好意思 一言不发 时不时拿眼神瞟她 李静宇觉得好笑 逗她 害羞 害羞个屁 斗菊花骂 徐美兰听见 啊了声 斗菊花又瞬间眼气息鼓了 没 没事 李静宇突然发现 奶奶其实很喜欢徐美兰 她看徐美兰的眼神 有点像看自己的女神 叶蒙电话打过来时 李静宇在陪徐美兰聊天 没说两句 匆匆挂了 等拨回去时 叶蒙又去洗澡了 最终等李静宇 从徐美兰家里出去 两边才算是接通 李静宇一手抄在兜里 一手将电话举在耳边 两条腿显散地朝楼下走去 感慨道 咱俩有时差吗 为什么总错过 我也想知道呢 为什么总错过 怎么了 李静宇站在黑漆漆的楼洞口 没走了 叶蒙憋了一天 终于忍不住说 我妈的案子 你知道你为什么 没跟我提过半个字 李静宇一愣 什么你妈的案子 叶蒙吸了口气 仿佛是最后的忍耐 我妈 九门岭 自杀的车 你想起来了吗 你当时报案说 我妈车里还有个人 李静宇沉默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叶蒙没了耐心 说话 半晌 听见话筒那边 司机滴滴滴 拧了几声喇叭 才听到李静宇低沉的声音 掺杂在家在风声里 喇叭声里 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真的不知道 九门岭的案子 是你妈妈 叶蒙 好 我当你是真的不知道 那当初为什么报案 后来又为什么说 自己记错车牌了 李静宇沿着昏蒙的路灯 往回走 最终在路边停了下来 我确实记错了 她还是这么说 对叶蒙说 叶蒙心想 自己是不是太惯着她了 李静宇 你是不是在赌我不舍的 跟你发火 李静宇确实不知道 这件案子跟她妈有关 叶蒙从没跟她提过 当初她其实找方亚恩 旁敲侧击地问过 但方亚恩压根也不知道 北京当时发生了什么 只说她妈是自杀的 甚至连九门岭这个地方 她没提过 李静宇心里无比清楚 此刻在叶蒙心里 还是妈妈比较重要吧 跟叶蒙结婚这么久 她发现自己沉溺于 跟她在一起的快乐 甚至有些自私自利地 刻意忽略了 在她脑中可能出现的 某种巧合 她发现自己不是什么好人 过去不是 现在也不是 你发吧 我受着 她说 我受到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